最近人民币的汇率非常引起大家伙的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口袋里就没有多少 是吧 就只有那么撒瓜来扫 被不断的盘剥 被不断的割韭菜 那现在国际形势 国内形势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人民币 我们辛辛苦苦攒一下点 这点钱是吧 还要受到汇率的影响 还要成为一个不值钱的一种货币 但是有很多人 尤其国内的一些官方宣传的一些媒体 现在都说了 因为最近呢 人民币有一点波动 又有一点上涨 是吧 我刚才看了看 从7.28 7.3不到 是吧 到现在呢 变成7.17 7.18 7.20之间 那中国的这些宣传媒体就说了 人民币大涨 我看到一篇文章 是吧 就用这种所谓的腔调来给大伙稳定军心 给大伙吃一个定心玩 我先把这篇文章念完 这个近期人民币汇率大幅上涨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据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在过去五个交易日内 累计上涨近一千点 我也不知道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 这一千点从何而来 这一涨幅较为显著 这一轮贬值的结束 意味着人民币汇率 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易刚 所谓的这个人民银行的行长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显著增强 这一表态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易刚指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使得人民币汇率形成了更加合理 更具市场反映性的汇率形态 与此同时 中国的外汇市场也逐渐趋于稳定 哎呦我的天呢 这个国家 已经从49年建国到这个23年 此时此刻 74年了 是吧 才趋于稳定 还没有完全稳定 是逐渐趋于稳定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合理水平上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 主要是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日记凸显 这也意味着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将更加取决于市场的反应和市场预期的变动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些信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 首先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对出口和进口贸易产生影响 据预计 据很多金融方面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预测 第三季度 中国的贸易总额将会断崖式的下跌 这跟中美的一些博弈有关 也和中国政府对待世界的态度有关 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可能会提升中国的进口成本 从而对进口商品价格产生影响 同时人民币的升值也可能使得外国货币购买力增强 对中国出口商品造成一定的冲击 因此企业需要关注汇率变动 对其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 中国的一些宣传部门 实际上他并不是把这些宣传的舆论的导向给外国人看 外国人并不关心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外国人只关心他实质的和他们自己所谓的一些评估和预期预测 他主要的这些东西都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 比如说现在突然之间的中国的人民币 对美元和对世界上其他主要货币都是一种下跌的 都是一种贬值的情况 大趋势都是这样的话 他会说中国在下一盘大棋 中国政府为了中国的这些私营企业也好 国有企业也好 为了这些产品在世界上更加有竞争力 所以中国把汇率主动的下调 是吧 这样就会让这些中国的出口型企业 有一些非常好的竞争的手段 竞争的资本 那如果突然之间像最近这几天 是吧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确实在上涨 那么一奶奶 不像他说的一千点啊 从7.28 7.3 是吧 不到啊 到现在的这个7.17 这种小幅度的波动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是吧 但是这种正常被中国政府 被中国的宣传部门 被中国愚弄百姓的这些部门啊 又换到嘴头上说啊 这个是对中国进口企业有非常大的帮助 是吧 我们要和世界做生意 我们进口汽车就会便宜点 是吧 我们进口其他的东西 进口芯片 当然芯片人家是不跟你玩了 我们进口一些啊 所谓老百姓民生的东西 老百姓吃了大米啊 老百姓吃的牛肉啊 老百姓喝的牛奶啊 这些都会相对的便宜了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民币升值了 我们人民币有非常这个好的购买力啊 是吧 所以进口商品就多了 老百姓感恩 你们应该感恩中国政府啊 伟大的习大的给大伙做出来的贡献 是吧 接着说啊 其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会跨境资金 也对跨境资金流动产生影响 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上涨 可能会引起一些资金外流的压力 是吧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人民币又升值了啊 人民币升值了 国外的一些热钱又乌央乌央的 大幅的涌进来啊 那些在国内的这些热 这些热钱就不想出去了 是吧 美国现在你再加息也好 是吧 我听说现在六点多将近七了啊 你再加息也好 是吧 你的股市再那个挣钱也好 天天上涨也好 这个国际的这些资本 对中国是非常有信心的 你看最近这一周 这五天是吧 人民币终于止住了下 这个下跌的这种脚步啊 终于回归了正常啊 又开始上涨了 人民币汇率的对主要外币啊 咱们就拿美元来举例啊 其实有很多因素 有国际经贸的因素 是吧 有这个国家本身的因素 还有对方啊 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标杆 所谓这个参照物的因素 那现在大伙 包括国际上很多的金融机构 实打实的认为美国的经济 它是会软着陆的 软着陆啊 就会啊 这个很多很多的国际上的 这些游资 包括一些主要的资本 都会往美国跑啊 这样呢 美国就会越来越这个 信心向荣 不管这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执政是吧 大的方向 它是美金越来越这个 坚挺啊 你这样的是一个大趋势 你的参照物是一个 昂首阔步往前走的 并不会出现啊 这个所谓金融也好 经济也好 美国政体也好 像我们宣传的一些硬着陆啊 会跌得粉身碎骨 并没有出现这种预期 大家对美国 对美元 对美国这个政体啊 对美国这个国家 各个方面都是由衷的感到 他还是最强大的 所以提振了这些 国际金融的这些 这个他们的信心 那美国现在各种金融平台 我们看到 那他确实是一个突飞猛进的 大幅度往上走的 你说他这种大幅度往上走 是不是有一天会停止 或者是有一些波澜 是吧 这个有一些这个小波动 那是肯定的 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你只要是用一个这个曲线来分析 它的话 它永远是一个曲线 是一个上下波动的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这篇文章我就我就不念了 因为都是说瞎话啊 告诉老百姓啊 千万别慌啊 千万别紧张 人民币啊 是这个中国政府的 是国家这个发行的货币 是吧 是国家有能力对抗 世界上一切的反华势力啊 甭管是军事上的 还是说这个金融上的 绝对没问题 大伙相信啊 大伙你看我现在又减息了 别存银行了 把钱拿出来 赶紧去这个买房子 买股票 是吧 你现在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中国老百姓 现在很多老百姓啊 当然还有一大部分老百姓 他是信的 有很多的老百姓 口袋里真的有 那么撒瓜俩枣的人 确实不相信了 他现在最起码 他是持一种观望态度 是吧 他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精力啊 也不想把自己的钱 转移到海外 他就是在国内 他也是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房子我暂时不买了 我看他到底跌到什么样 是吧 这个股市我也不敢进了 这个投资需谨慎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是吧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人民币总体的趋势 会越来越跌 会越来大幅度的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